我很想將自己很喜歡的女性化 很飄逸、很優雅的風格 透過我的衣服 帶給這個世界的人 我們分別有 ready to wear 的裙和衣服 另外有我畫的 水彩印花的珍絲絲巾 整個女裝的設計風格 都是很飄逸、很優雅、很輕盈的 都是我自己做的刀剪 所以它們穿上去是很薄 而且我們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功能 譬如有些是會 highlight 你的腳 有些會令你的 proportion 看起來比較長 絲巾也是用我親手畫的水彩畫 再用電腦 再用數碼印 用一些很 soft 的珍絲 裡面會有不同的 story 和主題 絲巾裡面很多時是白底 其實白底會令到亞洲的女士 尤其是男美上來感覺皮膚會比較白 另外由於絲巾裡面有很多顏色 所以無論在一些隆重的場合 或者一些 informal 穿牛仔褲的時間 都可以搭配到我們的絲巾 在很多場合都可以用到 這個就是我們最新的print 這個是一個方巾來的 就是打斜地印 是香港的一個晚上夜景的 skyline 你看到紫紅紅藍色 就好像香港的夜景一樣 有些藝行燈的招牌 反到它整個天都很紅很 colorful 我們怎樣去推廣我們的品牌 其實都是一路做一路學的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參加很多TDC的活動 展覽 另外我們也會跟一些明星 或者是Styling的朋友合作 進入了香港設計囊 會展店之後 我們很快的產品就在原創方 PMQ和TDC的機場店有得賣 Design Gallery也幫助我們 將我們的產品帶到香港 Post Office的總店 他們賣我們的Post Card 也幫我們宣傳了很多我們的設計 其實創業真是一個很挑戰的 process 你問我有什麼困難 多到都很難逐一去講 到最後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都真是中間那一份堅持 走到出來 你是不知道要怎樣做 和下一步怎樣做 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 他們都對時裝設計 這方面很有興趣 我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人生很短 所以努力一點 儘管去試一下 和去做 知道了嗎 你要不要去面對 遍 群